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纷纷关注了这两种时下兴起的流行产物 不过首相署部长沙西弹透露 陆陆公共交通委员会正在明定新的法令 管制任何使用手机应用程式和私家车提供载客服务 那至于电子烟方面 卫生部长苏巴马连说 该部的长期目标是禁止电子烟 因此目前从法律角度研究如何执行 但电子烟的业者质疑 电子烟因为对健康有害而被禁止 那么香烟又为何没被禁止呢 这样做只会促使电子烟转为地下的交易活动 南商报今天要头版的刊登了2016年经商环境报告 新加坡第10年蝉年最佳经商环境的冠军宝座 我国也表现不俗 也是除了新加坡之外 唯一挤入排行榜第20强的东南亚国家 大马是因为强制企业电子报税 即减少公司成本改善了经商环境 以79.13分排名在第18位 接下来要警惕呢 在找工作的朋友不要随便借出个人名义开设银行户口 因为三名年龄介于20到37岁的青年 悟信非法赌博集团的高收入圈套 被要求用个人名义帮公司开设多个银行户口 以为是在帮客户扣除消费税 实际上是在进行洗黑钱 结果纷纷被警方找上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来看新闻快讯 正当国会反对党领袖万事杀 要求雪州大臣阿兹敏解释 为何在为知会公正党的情况下 批准在雪州信件三条大道时 前任雪州大臣凯利却力挺阿兹敏 认为对方的做法没有问题 凯利解释说她不清楚三条大道的案件 不过一般的州政府的批准 一定是获得州行政议会的通过 如果有需要州行政议员 可以各自向党汇报 如果有召开州行政议会通过 那么肯定会有记录在案 同时她也认为 雪州大臣阿兹敏 也可以在下个星期的州议会做出解释 早前凯利因没有经过公正党的同意 就与中央政府达成水公协议 公正党后来发起加营行动 撤换了凯利 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底劳 博斥副首相阿莫扎西说 引进150万名孟加拉外劳 不会影响本地人的就业机会 是一派胡言 她说 尽管政府规定外劳只能涉足五大领域 如建筑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农业 但往往外劳却在入境大马后 就涉及小商小贩领域 甚至当起老板开店做生意 她举个例子 就以巴生中路大巴沙成为外劳巴沙 和家谱失业人数攀升为根据 如果再迎进百万的外劳 恐怕会狂抢本地人的贩网 那再说外劳的收入呢 并没缴税 政府没有因此从中获益 感谢你的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